從賈伯斯他發展了第一套所謂的智慧型手機之後 他其實到目前為止已經大大的改變了 現在人整個緬天的生活習慣跟作息 但是我覺得目前的使用者 他只是針對手機上來講的使用性跟便利性 很方便很好使用 然後也可以藉由手機去得到很多上網 得到很多的information 改變了我們一般的生活模式 可是其實對於手機這個東西 智慧型的螢幕它到底藏了什麼樣很奧秘的東西 為什麼它叫智慧型手機它到底有多智慧 他會自己思考嗎 那為什麼大家都叫它智慧型手機 那它智慧點在哪邊 為了達到這些智慧型的一些想法的時候 在手機螢幕上面來講 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講的比較直接一點是動了什麼樣的一個手腳 讓你覺得說這個螢幕看起來這麼的漂亮 這麼樣的精細 簡簡單單的一個螢幕 但是它蘊含了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一些秘密在裡面 為什麼我的手一觸碰它就會有反應 甚至我要它動哪裡就動哪裡 它怎麼去判斷 希望藉由手機去觸動 每一個人到底去思考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好玩很奇妙的東西 在蘊藏在這個手機螢幕裡面 目前台灣顯示器其實面臨到比較多的一個挑戰 是除了日本跟韓國本來記載的一個競爭者之外 那在接下來就是大陸的崛起 就是說這個行業其實是滿大的一個資本密集的產業 你為了能夠降低成本就會越做越大的廠 一般的產業你要負擔這麼大的資金 你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那你就是必須要政府的支持 我認為現在台灣的產業應該是要合作 然後開始去結合一些學術機構的一些力量 怎麼透過學校的資源去建立一些發展一些東西 一些新技術然後回饋給業界 而是一個合作的模式 台灣有很多技術都是第一個先做的 起步很強但是後繼無力 我會希望就是說我們一開始起跑的時候 就很快能夠堅持到後面 但是堅持到後面就是我剛剛提的政府的支持 大環境的風氣還有整個合作的部分 顯示地產業還是有它的一個前景在 只是說外界跟自己本身都必須要能夠配合